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还是会被大家吐槽 各方面都不好 其实当初的剧能够受到这么多的好评 证明她的演技还是可以的嘛 但后面如果总演重复的角色的话 就难免让大家觉得审美疲劳了 比如说唐嫣 杨幂都经历过 因此杨幂现在都在尝试不同的角色来进行转型 一 居静怡演古装剧被吐槽妆容 而最近这两年居静怡也是被吐槽了 居静怡是在出演九州天空城和云西传之后 被大家发现她居然那么的适合演古装剧 不得不说呢 居静怡的确是非常适合这种小仙女风格的古装剧的 因此在那之后呢 她又接演了很多的古装剧 像是新版娘子传奇啊 漂亮书生啊 还有最近播出的如意芳菲等等 然后呢 她又官宣了新的古装剧 木兰芝 本来呢 居静怡的古装是挺好看的 但是居静怡啊 却起了反效果 因为大家发现了 居静怡每次的妆容基本都是一样的 几部剧都没有变化 不管是造型还是妆容都是如此 也难怪大家会觉得腻了 其实呢 居静怡的颜值还是很能打的 但真的要考虑一下观感 因此还有人吐槽说 居静怡这是半永久的妆容啊 二 居静怡终于接演现代剧 不过啊 在演了好几年的古装剧之后 居静怡终于接演现代剧了 而且已经官宣了哦 这部剧呢 就是满月之下 请相爱 现在官方是已经发布了概念海报了 而且还配文 无论如何错过 宇宙也终将让我们相遇 这部剧呢 可不仅仅是都市局啊 而是带有这个奇幻的元素呢 看来呢 居静怡这次是真的想给大家改变一个形象咯 满月之下 请相爱的剧情 讲述的是在一个超级满月之夜 雷初夏创业到了男主角 徐晓冬的手机当中 因此获得了许多关于男主的信息 他在众多的APP当中串门 通过手机去了解男主 也正因为如此吧 在后面两个人的感情的相处当中 就渐渐产生了一些火花 该剧在剧情呢 还是有创新的 现在的观众们呢 都是乐片无数嘛 还是需要有足够的吸引的东西 才会能够吸引人 至于出演男主的演员 小编觉得也完全不比以往搭档过的男演员差 他就是郑亦诚 相信很多人认识郑亦诚呢 是通过几年前的微微一笑缓清晨 之后呢 郑亦诚也是陆续的演了很多的剧 郑亦诚的演技在年轻的演员里面 绝对算是很好的 他各种的角色都可以驾驭的很好 这几年呢 他已经演过了 赫丽华亭啊 三千压杀 离人心胜 等等的剧 都有不错的收视率 三 男女CP感超棒的 虽然现在《满月之下请相爱》的官方 还没有公布到主演们的剧照 但是已经有粉丝把他们劈到了一起 不得不说这俩人还是挺般配的 至少从颜值上面来看是这样的 毕竟他们可是俊男美女的组合 就算只是P图也挺般配 而且呢 郑亦诚的CP感一直都不错 和那么多的男演员搭戏 但每次他都可以让人觉得和男方很般配 这也是一种能力了 而且除了题材上的改变 《满月之下请相爱》当中啊 郑亦诚也没有再去合作老熟人了 之前呢 郑静音总之呢 喜欢和演过戏的人再次搭档 这样的确是很有默契 不过对于演技的磨练呢 肯定是减少了 总之看得出 现在郑静音是真的打算 走出以往的舒适圈了 这部剧是11月下旬才开心 真的很期待 郑静音能够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 另外 穆男之官微再晒主演新剧照了 要说近段时间 受到最多粉丝关注的古装剧 除了有匪和长歌行之外 那么就是穆男之了 这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的古装剧 从最初选角的时候 在网络上面就掀起了一阵不小的热潮 改编之后的主要剧情讲述了 姜宝宁一觉醒来发现 自己回到了13岁的那一年 此前经历的种种仿如是噩梦一场 重申之后的姜宝宁 依靠自己的力量 平衡朝堂各方的实力 最终和李谦收获到幸福的故事 从剧情上来看的还是很有看点的 而这次剧中的男主一角 由真顺希出演 想必如今收起她的名字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因为出演泽天记被观众所收知 此后也陆续带来了不少的精彩的影视作品 不管是倚天屠龙记李八的张无忌 还是刚收官的使徒行者当中的三 还是使徒行者三李八的殷天侠 曾穗希都是让观众看到 她身上极高的可塑性 是一位颜值和演技并存的新生大演员 由她单约的男主大家都很满意 而这次在剧中搭档曾盛希出演的女主 就是居记忆了 不得不说她近段时间以来的资源 可谓是好到爆呀 漂亮师生完结不久之后 如意芳菲也在旌旗上线了 如今主演的穆南枝也杀亲了 所以说最开始杂 居记忆是以唱跳爱豆身份 走进观众视野里边 但她近年在荧幕上的演绎 也是让观众看到了她在演戏上的天赋 这次制片方能够选中 居记忆来饰演江宝宁一角 瞬间就让原主粉能激动了 穆南枝能够邀请到曾盛希和居记忆 这两位既有颜值又有实力的演员 来主演可谓是眼光独辣 而该剧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拍摄之后 也于近期顺利杀亲了 观伟也晒出了一组剧中主演们的新剧照 在看到曾盛希和居记忆的同框的剧照之后 瞬间就让粉丝们激动了坐不住了 不得不说 这一只男靓女的组合实在是配一脸 光是看他们这俩超高颜值 就已经让人忍不住想要脑补一场高甜大戏 这次曾盛希和居记忆在剧中的造型 都是比较清秀温柔的 看上去给人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没有想到第一次合作的曾盛希和居记忆 居然会让大家如此的眼前一亮 这搭档实在是有点绝呀 以曾盛希和居记忆两个人的各方实力来说 木兰芝有这两位演员主演 那是妥妥的能够撑得起这部剧的 相信有他们俩的主演 又要预定爆款的席位了 希望能够看到他们剧中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吧 而木兰芝除了曾盛希和居记忆这两位主演之外 配角的阵容也是得到了很多粉丝的关注 可以看到汪卓成这次也是参演了 只要是有看陈吉林的小伙伴一定对他饰演的汪诚是印象深刻的 汪卓成的演艺经验并不算多 但是每次都能给观众带来惊喜 在前不久热播的《浮世窗交传》里 他也是凭实力收获了不少粉丝的喜爱 相信这次汪卓成在剧中也会一如既往的带来精彩的演艺 听到王一婷这个名字或许很多小伙伴都觉得不太熟悉 但看到之后又会觉得莫名的眼熟 只要是有关注过王一婷的粉丝就知道了 他在一些热播剧里都有出演 并且演技也是可圈可点的 在《云西传》以及《北陵少年智之大主宰》 当中都能看到王一婷的身影 有一收音他的颜值和演技还是不错的 希望王一婷这次能够借着出演穆南芝的机会 被更多观众所收知吧 备受瞩目的《燕云台》总上次在近期开播了 只要是有追剧的小伙伴 小必都对安息的扮演者李一珍印象深刻 自说在剧中他只是一个小配角 但他的精彩表现却让观众不得不注意到他 而这次李一珍在《沐南芝》里巴的服装造型 看上去应该是出演的女将军这样的角色 不知道他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期待李一珍这次在剧中 能够用实力的演技来证明自己吧 光是从剧情和演员的阵容来说的话 沐南芝还是相当有吸引力的 你们对该剧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前留言哦 吃光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